- 超豐富的! - 超豐富的! - 超豐富的! - 麻煩你剛才點完極力推薦這杯吧! - 弟叔的臉比你大了! - 不是啦!我大一點! - 但不知道為什麼這樣就變了你大了! - 因為我這樣而已! - 喂!不准那麼厚! - 哈哈! - 哈囉!我是Carmen! - 作為一個榴槤控制 - 我就要趁榴槤季節完之前 - 捉緊它的尾巴! - 所以這次影片可以和大家一起 - 搜羅一下新加坡有什麼特別的榴槤食 - 不是水果那麼簡單 - 而是一些特色的甜品 - 或者是一些菜菜等等 - 好!現在出發! - 現在來到第一間試食的店鋪 - 這間店主打的是 - 榴槤貓山和的 - 泡芙芝士蛋糕 - 或者是牛肉餅等等 - 好!進去看看馬上有什麼東西吃! - 這裡一進來已經聞到 - 超大的榴槤味 - 了! - 這間店除了有新鮮的榴槤買之外 - 它主打有很多款的 - 不同的榴槤貓山王的甜品 - 我就因為一個人的關係 - 所以就吃不到太多 - 我就叫了一個芝士蛋糕 - 和一杯他們很有名的 - 如果我真的可以和我的閨物來的話 - 我就一定會試它那四架的一個甜品的拼盤 - 裡面就包括了一些芝士蛋糕 - 還有一些燒焦的芝士蛋糕 - 還有一些其他的甜品 - 喝一杯Milshake - 這杯榴槤Milshake - 都是非常之名的 - 它就是有很濃郁的奶味 - 還有珍珠 - 嗯 Milshake本身也很厚 - 但是混合了榴槤之後 - 我覺得那種的質感更加濃郁 - 更加厚 - 還有一些果肉在面上 - 真的很棒 - 我想說這杯東西吃完之後 - 一會吃飯也很飽 - 我要試試它的芝士蛋糕 - 這個就是最近非常熱的Burns芝士蛋糕 - 裡面就是有貓山王的果肉 - 結合了一個焦香的味 - 還有本身榴槤的香味 - 試一下這個Burns芝士蛋糕 - 表面是吃到一些少少燒焦的味 - 但這個味道比我想像中沒有那麼濃 - 其實這種芝士蛋糕就是很像New York芝士蛋糕 - 比較厚身 重身一點 - 還有這個是雪凍了這樣攪拌上的 - 這樣我都可以吃得上整塊蛋糕 - 下一站再吃 - 我今天就來到Juo China Airport - 雖然不能去旅行 - 但我知道這裡也有一些榴槤的美食 - 所以一會兒就帶大家一起去看看 - 首先它一間是專門買榴槤甜品的店 - 它就是family owned的 - 希望今天有開 - 到了就是我身後的這間Durian Empire - 剛剛店員說建議可以選擇 - 或是Durian Puff - 因為味道很豐富 - 而且很受歡迎 - 現在就在想 - 因為我覺得Durian Rose很吸引 - 也很吸引 - 應該會很吸引 - 現在是蝦子的 - 現在是蝦子的 - 但是蝦子的蝦子的蝦子 - 因為蝦子的蝦子的蝦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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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店員是不能在店舖裡吃的 - 只可以take away - 蝦子的蝦子 在機場回家的路途也有一段時間 當那些甜品defrozz了之後 裡面的榴槤味都是很豐富的 不過因為那個puff的感覺 好像有點軟的感覺 所以如果真的有其他的店舖做這樣的榴槤puff 應該是當場 現場吃的口感會更加好 接著就試試這個durian roll 你看到它外面的這一層 還有它裡面的餡 就是這裡 全部都是榴槤 這個反而硬一點 這個有口感一點 因為它不只是軟的 蛋糕也是比較幼細 再加上榴槤就會比較適合 接著現在很重要 就是我約了一個靚太 就是旁邊的channel Aros 私家政壇 約了吃一間 大家都期待了很久很久的餐廳 一會兒告訴大家 這間餐廳其實我之前在youtube 已經見過很期待 試它的hotpots 一個油炸鬼 全部都是用榴槤做的 就是完全想像不到 好了 進去吧 或者其他的shopping wall 也有見過 例如Serengun的Nes 都可以買的 還有一些很標準的Cakes 好 Hello 這個就是剛剛我說的Aros Hello 挺開心 今天請到她跟我一起吃榴槤的好東西 因為知道你也是一個喜歡吃榴槤的人 一定要找一些最脆傷頭的人才會吃得開心 對 那我們就馬上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就馬上點了 好 Yeah 混合起來 混合起來 OK 所以這個 你覺得這個湯怎麼樣呢 就這樣喝 我覺得有一點點榴槤的味道 和湯的味道是分開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還沒開始做出食物 好好味 對 這邊吃的油條也很油 它又不是很油 上面的榴槤榴槤 又真的很流氓 那種味道很適合 很脆的 很脆的 爆了 是嗎 對 看到我的樣子 看到了 看到了 對 我也是覺得這兩個 如果你們來吃的話 是一定要點的 對 一定要點的 我好像你只顧著說話 其實我已經吃完我碟上的東西 但你是試吃的那些 吃一口就放下 這些就是網紅的分別 我現在肚餓 我沒有吃過 大哥 其實正常人 你都會覺得 榴槤甜的 湯是鹹的 怎麼可以一起呢 但原來混合其他料 其實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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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火爐的料 其實是 有一種很豐富的感覺 原來是冷的 我以為是熱的 哇 我要用什麼 哇 什麼 很好吃 冷的 因為它的皮很薄 多 榴槤是要減輕身 小顆 才好吃 嗯 對啊 這個是說坐月 就是吃榴槤去補身 嗯 那當初我聽到就覺得 哇 很熱 因為你生子前那個月 盡量都 喝點青寶娘 或者什麼吃西瓜 去胎毒 對 但是呢 還要拍榴槤 拍四顆榴槤 那就是 很熱 我想生出來的時候 哇 整股熱氣 出來了 我就 是不是這樣呢 但是我也有聽過我媽媽說 是真的補身的 真的補身 那你們坐月有沒有吃 但是在香港就沒有了 在香港可能吃其他補品的 但是 可能新加坡這邊 你容易拿到的 就是榴槤 我嘛 我在街上也收到的 在街上收到榴槤 是不是辦法的 蛤 是啊 你上網看看 好自拍 我真的不像 大家如果知道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是啊 哇 我覺得呢 最有驚喜的是 那個油炸鬼榴槤 對 因為呢 真的兩樣東西 是很久不久的東西 你覺得放在一起 有異常的 是很match的 那種味道 我轉台啊 我最推薦這個 什麼叫Pancake 這個的餅 但是 因為它真的 在其他購物店裡 都有一些 類似pop up store 都是可以買到的 對 所以大家可以 未必要來到機場這邊 都可以吃到 如果大家 有些什麼榴槤的餐廳 是recommend的話 或者是甜品 一定要試我 歡迎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哇 好飽 超飽 滿足 很滿足 自己都會recommend 這間餐廳 給一些真的喜歡吃榴槤的人 因為始終很多的菜式 外面 我是沒有吃過的 還有也有驚喜 說不差 嗯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按LIKE 分享給朋友 給留言 最重要的是訂閱他的頻道 還有也要看Aros 之家偵探的頻道 然後呢 按我們的小鈴 那下條影片 你就不會錯過了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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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